哈嘍大家好 那今天的影片呢 要來感謝大家 謝謝你們 我的頻道呢 在9月13號的時候呢 達到5000訂閱了 那真的很感謝 各位一直以來的一個支持 那你們的留言呢 我其實都有看 那未來如果希望 我做怎麼樣的一些影片內容呢 或是哪樣的一些主題 都歡迎在底下留言 那我都會參考參考 那說不一定 你的留言 就是我的下一支影片喔 所以再一次感謝大家 一路以來的相隨喔 謝謝你們 謝謝你們 那這邊的話 也簡單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可能是我頻道的一些 新觀眾或新同學 常常會問的一些問題喔 其實我的頻道呢 你們點進來看的時候 除了可以看到 就是我可能有射精選 這個是在8月 9月 8、9月發生的大事嗎 就是暴雪所 這樣這件事情 那這邊的話呢 有一些就是暗黑不朽的精選影片 然後還有暗黑破壞神 永生不朽 這個遊戲呢 有很多的一個 我做分類的清單喔 所以如果說你今天是新手玩家 那這邊的話 有17支影片 是很適合你的喔 所以你如果點開來看的話 可能會先看到廣告 然後看到這個播放清單 其實都有排成 第一集阿 一路就是到很多後面的級數 那裡面呢 都是一些 比較偏基本觀念的 就是讓你如果說是 你可能在1到60等 還沒有進巔峰的時候 這些影片應該會蠻適合你的喔 那再來的話 就是如果說你今天是 進到60等之後的巔峰玩家了呢 你可以點擊這個巔峰的播放清單喔 那裡面呢 就有關於60等以後巔峰玩家 可能你會在意的事情喔 譬如說 巔峰技能點數 怎麼點阿 或是說共鳴系統 到底是什麼 哪些地方適合刷怪 或是說寶石 五星寶石阿 他的一些推薦程度 都在裡面 有非常多的一個詳細資料喔 好那再來的話呢 就是如果說你想看一些實測影片阿 譬如說刷 用臉子臉去刷 或是說 我之後可能會拍一些 就是關於說刷傳奇裝 或是說套裝的一些實測影片 或是圖鑑等等的一些CP值阿 像這個系列裡面 我也有做一些就是 戰鬥通行證的CP值 直接用數學公式來算喔 等等的 那你們也可以在裡面 來做個觀看喔 裡面有的資料呢 其實也非常的豐富 那再來就是因為 我專精玩野蠻人嘛 所以也有一個系列呢 是做野蠻人的清單 那最後就是我的直播 所以這個是暗黑不朽的部分喔 這個這些影片呢 相信如果說你們就是有去看的話呢 應該可以讓你們來做個參考喔 那再來就是我的起家喔 就是玩這個真三國無雙霸 那不知道我的頻道現在還有沒有 就是真三國無雙霸的這個同學 可能跟著我一起來 暗黑不朽 如果想回味的話呢 其實這裡面也有很多真三國無雙霸 我的一些精血影片喔 比如說暴風啊 抽卡啊等等的 雖然手遊也是隨著更新內容 都會有點不一樣啊 但是裡面有一些些的內容 可能還適用喔 所以你可以再來看看 那下面這些就是 關於我頻道的一些東西 那你們可能有興趣的話 再來看喔 那再一次的謝謝大家喔 如果沒有你們的話 我絕對達不到這個里程碑喔 那其實這一路走來呢 拍了很多影片喔 每天都上傳 那你們的留言跟支持 對我來說是最大的動議喔 所以鼓勵大家多留言喔 真的是很感謝 好那簡單的說完前面這件事情呢 那接下來我跟大家聊聊一下 就想跟大家聊 最近很紅的一件新聞 在國外鬧得沸沸揚揚的 就是關於鎖帳號的這件事情喔 那我們可以直接看這個新聞頭條喔 這新聞頭條呢 叫做Diablo Immortal Players in Orb Debate Won't be banned Blizzard Conference 那這個翻成中文的意思 大概就是說 欸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喔 大概就是在9月初的時候 第四季通行證上市的時候 那時候對不對 可能很多用代儲的 第三方代儲的玩家 或是用黑卡玩家 哇就是那時候瞬間就是 他的這個寶石喔 全部變複的 那變複的會怎麼樣呢 就是他還有裡面有些遊戲功能 可能都不能用喔 譬如說他可能不能組隊 或是等等的 再來就是他的這個寶石 寶珠變成複的 所以他也沒有辦法去商城再買 他等於說他要補齊回來 才可以去再購到 再去商城購買喔 那那時候其實就有很多的傳聞去說 欸這些的玩家可能 如果說你在七天內沒有補齊 就會被暴雪封脹喔 那這篇的這個新聞其實要講的就是說 暴雪證實囉 就是這些玩家呢 儘管你的寶珠是付的 但是不會把你的帳號給封住 等於說你的帳號還是可以繼續玩啦 所以你可能是靠黑卡拿來的這個大翅膀 你還是可以在遊戲裡面暢恨無阻喔 那這件事情造成什麼樣的一個影響 可以看一下 其實就是這一篇文章喔 那這篇文章呢 我想應該是有些玩家流出來的喔 他其實就是要講說 就是欸謝謝你的 就是可能那個人有私訊他啦 說我的這個寶珠都變富了 那怎麼辦 他這裡面其實就有提到說 欸你的這個帳號呢 是不會去被鎖的喔 那這個遊戲裡面當然會有一些 限制喔 但是呢等到你把這個 複數的寶珠補回來 你就可以再正常的遊玩 但是你的帳號是不會被鎖的 好 所以總而言之 就是說你的帳號不會被鎖的啦 那這件事帶來的後續消息的結果 就是引發國外一個很大的一個 宣傳大波就是 現在其實國外已經有非常多的Youtuber 或是玩家已經有在連署 或是在呼籲大家 對於這個遊戲呢 就是不要再繼續課金喔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覺得說你繼續在花錢投在這個遊戲 非常的一個不公平喔 那不知道你們的看法是怎麼樣喔 都歡迎在底下留言喔 其實我覺得這件事情 我個人也是覺得蠻不合理的啦 因為其實我覺得就像國外很多的玩家 還有在討論 其實暴雪他現在這樣不去瘋葬 的這個結果 其實有點變相的在鼓勵大家使用黑卡 或是使用一些不好的帶錯 等於說你可能就是爽個一個月 衝到了共鳴三千五千 儘管你之後的寶珠變成富的 但是你的帳號不會被鎖對不對 所以你還是可以繼續玩這個遊戲喔 所以引發的這個結果就是 正常的玩家現在開始就是鼓吹不要再課金喔 那我覺得這個是一個惡性的這個循環啦 那搞得應該到時候是兩敗俱傷 就是遊戲公司他其實再也賺不到錢 然後想玩這個遊戲的玩家 就是可能也沒辦法繼續玩 因為遊戲公司賺不到錢 這個遊戲可能也沒辦法繼續更新 所以就會變成一個不循環對不對 那不知道你們對於這件事情的看法是怎麼樣 都歡迎在底下留言喔 那其實我之前呢也有做了一集影片喔 是關於我對於帶除的這個看法 那我就是放在我的頻道這個首頁喔 就是我個人對於帶除以及我是從來不接觸帶除 不碰帶除也不接帶除相關業配喔 就我有一些想法 那大家可以去參考看看 那不知道你們對於說這次暴雪 就是可能欸流出來的消息說他不會去瘋葬 你們的看法是怎麼樣喔 那對於未來的遊戲呢 會有什麼樣的影響呢 你們有什麼樣的想法 我們都可以一起來討論喔 那先說我個人的覺得好了 我覺得啦 如果以一個公平性 因為我都是正規儲值嘛 就譬如說好一個最貴的禮包 花三千多塊拿到七千的寶珠 有些人可能花一千五 所以你可能假設有些玩家花了十萬塊 拿到了一顆二級的翅膀 有些人可能只花了一萬塊 他拿二級的翅膀 他在戰場上面呢 可能花十萬塊 拿到大翅膀 同樣都花十萬塊 人家拿大翅膀 你拿二級的翅膀 他屌打你 那你心裡會不會覺得有點美頌 對不對 然後重點是他之後還可以聚在戰場上面 繼續屌打你 所以我個人覺得暴雪這個操作 其實我有點看不懂啦 因為其實近期玩家退坑的非常多 但是我在想有沒有可能是因為這些人 其實他還是後續有在課金 或是說他其實前面沒有馬上開始用代儲 或是用黑卡 所以他其實有貢獻暴雪多非常多的一些利潤 所以暴雪其實也不好意思去鎖他 因為怕得罪了這個爸爸對不對 怕得罪了乾爸爸 所以我個人其實也是站在不能諒解這個操作啦 所以我覺得這個對於遊戲的風氣 未來影響其實也蠻大的 那不知道你們都有什麼樣的看法呢 都歡迎在底下留言喔 那我覺得這個議題呢 其實應該值得我們大家重視喔 因為大家都希望可以有一個正向的風氣在玩遊戲 對不對 那希望遊戲公司越做越好 那當然如果越做越好 我們也是願意花我們的口袋去支持 這個當然是沒有問題嘛 但是如果是一個負向循環 然後花錢的人覺得被受騙 那這樣子到底之後還要怎麼繼續玩下去對不對 好啦 那今天的影片當然就是簡單跟大家聊到這邊 那再回到今天的主題喔 就是再次的感謝你們 達到5000訂閱了 那我目前也有在收集5000訂閱的QAL 那所以如果說你們對我有什麼任何的問題 或是說有任何的想法都歡迎去點擊 資訊欄底下的這個5000QA的一個募集連結喔 可以去幫我填一個表單 那如果說未來我想要辦5000訂閱相關的一個感謝季的話 如果你們有興趣參與的話 那相關的規則呢也在裡面喔 可以去填一下喔 那謝謝你看到這邊 那如果你喜歡今天這支影片的話 或是想要支持我的話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喔 那我們就下集再見囉 大家掰掰